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个人的歌声这么像 暖洋洋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一整天都这么神不守舍的样子 连要撞到玻璃了都不知道 我 如果你有什么烦恼 说出来 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啊 我觉得 布雷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小鲜 我们整天在一起 我做的 请你吃 好可爱的点心 像我们两个一样可爱 眼睛代表我的心 后来我就搬来了青青草原 小鲜后来也离开了盘洋族 我们就彻底断了联系 你就是因为那段歌声 就觉得布雷就是小鲜 小鲜的歌声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那首歌很少人知道 布雷他居然会唱 这会不会只是个巧合 布雷可能只是恰好也会唱那首歌而已 巧合吗 你认真想一下 除了那段歌声以外 布雷和小鲜还有其他相似之处吗 嗯 美洋洋你说得对 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如果小鲜知道你现在还挂念着他这个好朋友 也会很高兴的 嗯 随便反应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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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中心离奇发生了高空杂物事件 哎呀 这是什么情况 啊 你们这群人总是喜欢低头玩手机 连路都不开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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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 大家 快往安全的地方跑 救命啊 啊 碧篮战巨 这是怎么回事 我等着 没动静了 逃走了 刚才我们是和空气作战吗 应该是一只会隐形的怪兽 会隐形 那我们都看不到它 怎么拿卡片呢 暖洋洋 小心 小心 布雷 你怎么来了 之前你受伤了 我特地来看看你 还给你做了些点心哦 谢谢 有吃的吗 来的正是时候 打怪兽看不到你 有吃的你就出现了 我做了很多 大家一起吃吧 太好了 这 木雷 这 这个点心是你做的 嗯 怎么了 你怎么会特地做出这个形状的点心呢 我 我觉得很可爱呀 怎么了 布雷 你小时候住在哪里 记得有什么朋友吗 我没有太多小时候的记忆 至于朋友的话 我也不太记得了 我只是一些记得 我应该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但他后来好像搬家了 奶芽芽 快尝尝吧 你辛苦做了这么久 第一口当然你先吃 那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做得真好吃 看上去好好吃 我就不客气了 飞瑶瑶 你不试一下吗 可好吃了 不用 我没什么胃口 我还有点事 要先走了 下次再见 飞扬扬 你是不是不喜欢布雷啊 我觉得他有问题 我不信任他 他是小新吗 小新 是谁呀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所以你才怀疑 布雷就是你的好朋友小新 小新 小新也是机器人吗 不是的 那布雷怎么可能是小新呢 但布雷会唱那首歌 还有这个点心 真的太像了 如果布雷就是小新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是被其改造出来的机器人 神秘人 如果布雷真的是神秘人改造的 那他故意接近你 肯定有阴谋 我得去问清楚 我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 看看青光 看看月亮 这歌声 看看我的心 啊 布雷是你吗 啊 偶像 你在干嘛 你 是我的朋友小新 什么小新 我是布雷呀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神秘人派来的 你在紧张什么 是不是那个神秘人威胁你 把你变成机器人的 你在说什么 神秘人是谁呀 等雷雷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口中的小新 但是被偶像错了成好朋友 也挺开心的 那你为什么会唱那首歌 歌 一首我儿时的歌 我和小新小时候经常唱的 你怎么会唱 而且 为什么会做那个形状的点心 那是小新才会做的形状 我 我不知道 因为你不是布雷 你是我的好朋友小新啊 你肯定是被神秘人利用了 他不是好人 来吧 我带你回家 他是不可能会利用我的 我就是布雷 来 我来 彗星伞 小心 你不记得我们小时候 在排阳组的日子了吗 那时候我们总一起玩 一起唱歌 不要再讲了 还一起吃你做的点心 虽然后来我们失去了脸信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友谊啊 别说了 我是布雷 我们也不可能是朋友 我们只是敌人 小夕 小夕 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小夕 我 我到底是谁